一般来说为了不让权力的滥用 商政从来都是要区别开来的 也就是说要么为民好好做官 要么从商努力赚钱 说大一点不管是哪种 都是为了祖国更好的未来 但在美国就有一位富豪总统 据宣传商人出身的特朗普 坐拥有百亿美元身价 称得上美国历史上最富的总统 这位土豪总统究竟有多富有 或许看看特朗普拥有的豪车就知道了 首先他用一辆古董车劳斯莱斯银云 劳斯莱斯银云从1955年到1966年 分为三代 特朗普收藏了的一辆 就是1955年到1958年生产的 第一代银云车型 这是一辆古董级别的车 这款车全球限量生产2238辆 估价在200万美元以上 在2013年广州车展上 曾经亮相了一款全球仅生产了 10辆的1962年银云 当时这款车的排卖底价 是1500万元人民币 可以说价值连长 其次喜欢跑车的它 还有一辆奔驰SLR麦凯伦 这辆现阶段已经停产的车型 被誉为公路上的F1 而特朗普拥有的这辆奔驰SLR 是2003年至2010款的 百公里加速只要3.8秒 搭载一台由AMG提供的 5.5绳V8划动机 带机械增加器 在6500转的时候 发出最大功率626马力 而达到3250转时 可以提供780厘米的超强硬具 当然对于土豪来说 装显深刻的 劳斯莱斯幻影和麦巴赫 这位豪总统一辆也不少 但我们最后说的这款 却是美国本土的汽车品牌 凯迪拉克 没错 我准备要说的 就是那一辆每个美国总统 都必备的族驾 陆军一号 这款车的车身 车底和车顶 都装备了太和鞅 高强陶瓷和复合装甲 座舱采用加压密封设计 可以抵御生化武器的袭击 不仅能抵御AK47等 冲击力极强的步枪扫射 甚至连普通的火箭弹攻击 相信这样的安全配置 是其他所有的车 都无法相比的